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 今天做这只应该是倒数第二只的干笔了 这个叫什么长江九九八啊 非常感谢观众的推荐 好哦这笔啊好精不错不错 等会再讲为什么刚才拿上来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 嗯干笔上面的一个尺寸大小对比吧 哎呀这一直没有能够回复说拿哪一只做定位比较好 我每次都是8146然后现在再加这78G 也不可能每次拿了一个很多只出来了 但暂时就这几只吧 那有想说换别只的跟我讲讲 比如说像拉米等等的那都没问题 你如果是说呃你说大河马或者那个 利欧托特就托斯泰那种的 那我知道绝对是来闹事的 好那我们不不成那么多废话 然后就看一下首先这个笔的尺寸的话会跟 会在于146和78G的一个之间 你看长度来讲比这个长比这个短 然后呢粗细来讲也是在他两者的中间 那整整笔来讲非常有质感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推荐了 感谢你们推荐每次能找到这么多不一样的笔 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那这个笔的话呢从这里看你知道他是一体过的 那就知道他笔尖是比较细的 咦是旋开的吗不差点差点 诶我去等一下 诶怎么这里会怎么回事 哦哦我去是这样的原来是我以为我一开始刚刚把我以为是这样子变形了 好好好没事没事好那个笔尖的话我们就稍微的对比一下吧 我觉得146吧不上墨比上墨要好看一点 毕竟有了这个光墨窗上了墨这个光墨窗基本上是看不到 所以我现在决定了不把它上墨 好那一个OK那这一只那之前我观众给我说过他很想找一只那个双面尖就金星的那只 但那只真的没找不到了非常抱歉了 好那这只也是一只双面写的那个笔尖然后非常特别的一只笔 那笔尖的话那就是跟78G差不多也是一个小尖的一只钢笔 那跟我平应该会手感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也很难去进行评判 因为我呃没怎么去用那个用过这种就双面尖的笔 基本上就是试写阶段然后就打入冷宫 因为笔本身也比较多也没办法说每一只可以用了一两年这样子 因为人书写的笔是有限的好 好那一个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这里OK 好紧张好紧张来这个笔首先也是偏重的一只笔35.0平常我中速是20左右 然后这只这下来 好拔帽拔帽的话中速应该是12到15左右这只是一只偏重的笔 但是拿起来这只笔相当的有质感 好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只笔的一个笔感了那首先这只笔的话 哇 哇前面还有这个石头哇去不错不错 但是那个能不能把这个缝给这个 这个缝给修饰一下这个这个挺好看的真的真挺不错很有一个经意 然后很有一个一种珠宝的感觉 那 这个笔加的话偏硬了不太拿得动 那总算改改一下这个笔加了 开心开心 把前面这个再削平一点把这个尖尖头给去掉那就更好了 嗯 首先先看这个出刚刚一拔出来应该就是一个 金属帽的 然后这种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那种 仿皮的那样子一个处理了 刚刚一开始比较惊讶是这个地方就他这个处理真的是用这么多只钢笔吧好像第一次见到这样子一只笔 然后还有一只处理比较特别就是我 平常最喜欢那个 呃这个 呃Waterman的这个威迪文的这个海韵但是他有一只是皮的那个质感 还有就是比较惊讶的就是那一只一个质感就是没有想到那个质感能套用到笔上 然后这个有点像仿也是仿皮的这样子一个质感的摸起来 有点粗糙 然后但是却 视觉上以及你的握感上面他是两种享受 再下来就是外观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的话反正这样子往内弯然后在这里的这么重的一个装饰性的话跟这边有呼应 呃两圈这边也是两圈 但这个有点像那种就是什么就是摇杆的那种那那样子一个感觉 跟平常的那种就是呃怎么讲的这好不好看见能见者 但是你看 单黄一个黄双黄也是一个黄 然后这里能看到就在这些细节上面考究的还是挺不错的 呃跟平常的其他比一看的话怎么讲他抄的或者是说他想的还是非常有 想法的那如果是说也是一样就是比方那这些什么的就是有一 呃这个什么 就是一定的一个精致感的话再把精致感给提升一下就不错了 再上来就看长江的这个字啊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呃呃呃那个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刻章的那个什么好像叫急救 急救法好像是这么叫吧 就是说想好然后马上在那个章上面去刻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这个刻起来更很一气刻成的跟平常那种电脑刻的 不太一样当然我知道他这个应该也是直接打那个印给印上去但这个字 有点像刻章的那个急救法就是 那种就快速刻章的那个方法了这样现在应该很少人看得到了 然后998有时候这个他不是很平整的但是更能体现他这个的刻章的那个会觉得这个字 很有生命力 虽然说他不是很很就是很整齐不像现在电脑那种 但是也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现在的笔应该不太可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呃怎么一种呃怎么说效果 好然后再下来看这两个我觉得上面这个顶真的可以修饰一下或者换成万宝龙那种 嗯 Starwalker的那种就是星际行者的他那个就是那种亚克力的 就那种的话给他套上去来做一支廉价版一点的我个人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好再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魔骑士 哦 既然是这种的啊好没问题啊上面这个长江你看到这个字吧跟这个字刻 个人觉得真哎哦在这里那这边给你们看一下长江 然后我们回来这边看 你看他这个字刻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弄的是两套模具的应该不会首刻了这种 应该他那个模具还真的想看一下这个字真的挺有生命力的一个字 跟平常那种就电脑刻的也明显的感觉分的出来就两个东西 好然后笔尖的话必须重头戏了这个就这这支笔最大特点其实特点都挺多的 啊这个观众真的很动魄口味啊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能看到就是 笔杆他也是一个很 怎么讲很有一个特色的然后笔尖的也很有啊 很有话题性的一支笔现在那个整支笔拍了7分多钟了然后还没开始才开始拍笔尖证明 这支笔真的很不错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笔尖的话先看一下他这个是反而两面都能写的那我看一下 那中缝这边是比较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边的一个中缝 这个中缝好像更紧一点看起来哎我看一下哎 可以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看一下哎 哎好像光线不是很够我尽量给你们光线够一点 光线不是很够糟糟糟糟糕 可以 嗯这样子好一点 好能看到上面的这个长江这个字啊这个又是不一样字体了啊好吧好吧好吧 这个字真的是如果现在的一个钢笔的话直接用这样子一种字体的话很这种字本身就很像钢笔字 这种刻章法然后用到国产钢笔说不定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怎么讲新的一个形式啊总比说平常电脑硬的那种就来的有生命力度 然后这个他是双面尖的你能看到就双面尖的这样子去 夹起来的那反正就是双面书写嘛那 给人感觉也是非常的实用的一支笔然后两边都是打了他这个啊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近了你看这边 然后这边呢他会比比较远了 你看这边他两个字相距就比较远 然后这里这样子夹啊很棒的一支笔然后双面写应该是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圆的一个 一粒打磨我们再放大家看一点看下去 然后一边是比较斜的能看到吗一边圆一边比较斜一点 是这样子吗 然后反正两边打磨这边是相对过度的比较顺的这边比较这边也很圆 对这边突一点那这边突一点的应该是中文的另一边的话比较远的应该是英文的我我通常就中英文这样子去分的因为 字体不一样的我是喜欢按字体这样子分多一点 然后呢就是 笔尖的话 两边的话应该是同一种的然后把它粘了起来 真不知道这这种笔是怎么去做的那看起来真的非常 有特色的一支笔啊好久没看到双面尖的笔了 但现在应该很少吧之前youtube有看到一个视频是 一个老伯伯就是有做一支双面尖的一个笔了那个 忘记是在哪一个视频了 现在年纪比较大机型不是很好 好那我们先没有上墨 那个 可以可以 好那个墨给加满一下然后呢上一下墨 好可以 ok 这支笔上墨上的好轻松好开心 好先赶紧来书写一下这支笔 那上面waterman我就不那个就不用再拿那支再来写了 但是我这个要啊 这边是突一点的那边啊可以 那我这样子分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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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奇怪 这个就怎么回事 这边没有问题 这边我再上一下墨吧 这个奇怪了 这次但它是有上墨的 你们看到吗 里面它是有上的 我再试一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不行 可能这支比我本来还满怀期待的 你看墨是有吸进去的 奇怪了 我再拿一张纸来擦一下 对啊 它是有墨出来了 两边都有啊 那就奇怪了 哪一边是凸的那边呢 先试一下 这边可以了 这边好像写不出来 这边可以了 那我们就单试一边吧 这个双面键好像不太行 好吧 那个呃 看来还是要那个把那个 Waterman的那个原子笔 在下面对比了 好书写完了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嗯 它好像一定要慢慢的这样子才能 这边就是不行了 有一边就是不行 另外一边就是可以 好那个听一下这个声音呢 呃 有点偏小色 那我觉得这支笔尖的应该需要调整一下了 写起来书写感受真的不是特别的出众 可能是八十年代的笔了 放到今天的话可能有点那个库存痕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调一下尖的话还是相当好的一支笔了 但是有一边很奇怪的就是你写起来就是是不是一边是特戏的一边是正常出戏的如果是特戏的话这样子说到正常你看他这么写他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系细度基本上一个是0.5一个是0.38了如果真的这么讲他也没有出没很不顺的但是你能明显看到我同样一个墨在这边出没的话就是能看到吗 同样的墨水这边出没就浅很浅很多了 而且写起来就是好像其实我没有很用力但是感觉好像我要很用力才能把这个墨的压了下来 可能我我觉得应该是出没有点不太顺了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你看他也你看出没非常大 但这边的话笔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应该是那个我应该是误解了 我一开始以为他应该是一个是打磨是比较方的一个是比较圆的那方便两种圆 这么看的话应该是一个特戏间一个是一个初戏这样子 应该是我误解了那我暂时试写完以后我是这样子一个感觉了那你看到细很粗一个是0.38一个0.5对 好那就今天视频大概就到这里了这支笔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可能是真的我不太会用了毕竟没有怎么接触过这样子的一支笔 那笔杆上面的触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久没看到一支笔就说在笔杆上面花就尝试不同的材料 因为现在不是黄铜就是不锈钢要么就塑料塑料然后再下来就碳纤维那透明的呃我个人也很喜欢那但是透明的个人呢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还是百利金的那个八百的要么就是奥罗拉的那支四份其他的就是很常规就是怎么先不讲那个价格就希望看到一支笔是相对来讲就是有突破性的那虽然说前面讲那两支很贵但像这一支的话他现在很贵的 价格也不贵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这支笔的突破性也是非常大的你看这种材质就是现在的笔真的很少人看到那希望能看到更多这种材质的一个笔了那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的一定要告诉我一下那有什么我讲漏的那帮我补充一下那那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